那另外發現這個外資在幹嘛 外資最近他的動向是轉進金融股 這是昨天的 是這外資買賣超這邊 買超的這前幾名中信金 新光金國台金 元大金 趙鳳金第一金和庫金 其實這個 所以台灣很多人是蠻開心的 因為存股族應該都有 上述這些金融股的股票 那這個台積電 我們剛剛講52萬的這個 很多的股東是很開心的 金融股存股族 現在看到這個眼睛也一亮了 我想先問一下余老師 你怎麼看 這個時間點要怎麼樣來佈局這一些 台積電金融股 剛剛兩位都提到了 就是以科技為主 從產業面來看都要看科技 我換個角度來看 我想所有的布局投資來講 以台積電為首 這個已經無庸置疑了 大家都知道這是買股票 當你不知道買什麼的時候 你就找這個地區的龍頭股 你台灣不知道怎麼買 買台積電 美國不知道怎麼買 你買蘋果 所以台積電為首的這個東西 基本上來講 大家就認同了 我這個地方 我換一個角度來跟各位思考 如果說我們現在 當然行情一直往上走的時候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有些產業 有些集團的產業 現在是運量而準備要爆發的 就剛剛建議所說的 金融股 各位你不要想看金融股 金融股它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握有龐大的資產 那我們資產又分兩大類來看 第一大類那就是股票 如果股價一直不斷的創新高 你大家去思考一下 誰擁有最大的股票 股票的族群最大的 那就是什麼 金控 受險 這些東西它最大 所以你股票賺一萬五 一萬六以上的話 受惠最多是它 所以各位常常看到 像富邦金控 他告訴他每一年的EPS 有多少多少 基本上來講 它不是本業 各位都知道 銀行經營的很辛苦 政見業 賺一點手續費而已 對不對 所以它最大的來源 決定是它的一個資本的 一個投資的一個效益 所以我剛剛講了兩塊的一個東西 你要看清楚 它的資產 第一個股票 第二個還有 所有的金控股 銀行股 用的最大的就是不動產 各位有沒有發現 不動產 它下不去 而且房地產 一直慢慢慢慢的 運量一直往上走 如果房地產一直往上走 各位 受惠最大的 不是這些是科技公司 科技公司有它的技術 技術面存在 你是看看金控股 它用的最大的就是不動產 我們看看國泰金控 你那個土地 坐得好像山 所以不管它大樓 不動產東西 如果房價上來 各位 它的收益 它的投資收益很大 所以股票跟不動產 絕對是金控股 很好的一個 收入的一個 益助的來源 所以我們又思考東西 所以各位 尤其這個小閃們 在存股的時候 最喜歡存什麼 金融 因為金融 講句實話 它應該是不會倒 尤其在臺灣來講 金控股怎麼會倒 這一點最迷人 這一點算是不會做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 金控股不會倒 好 那我剛剛講了 如果要推升整個產業 推升一個指數 推升臺灣 這一個股票市場 去往上走 其實集團股 千萬不要忽略掉 集團股還有一個 那就是台塑集團 各位都忽略了 大家都被油價 震暈了你知道嗎 震完之後 我記得我上週 在趙峰在演講的時候 我就提到說 大家去注意一個 台塑集團的股票 台塑集團 現在可以重新回頭來關心 我講完之後 當然巧合 講完之後 就開始 從明天開始 就已經狂漲了 沒有 那是純巧合 但是各位要去思考一下 油價的東西 當然我剛剛講的 今年震出大家 震的是嚇死人的 可是這個不要忘了 如果景氣越復甦的情況之下 雖然綠能產業 當然 綠能產業會上來 但是它速度 沒那麼快的情況之下 油 這個東西 還是無法取代的 那既然有無法取代的 你不要小看 台塑集團 擁有龐大的一個 它不管它是資產 或者是技術 或者是資源基礎 這個群組的一個股票 各位可以去 注意它 雖然我們有建議說 你一定要去做一些的存股 尤其台塑集團 因為台塑集團 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好了 對不對 但是 它一定是短線 或者把它拉長一點 中線 對不對 中線 它也是一個長期的 中長期的一個 一個持有的一個 算是不錯的一個投資標的 所以 如果現在要做投資 我個人的看法 財經鏈當然 這個大家所同 都有 你買不起 沒關係 政府的責任 可以讓你買買零股 台塑集團 你也可以 金控股 金融的東西 我覺得 就是我們做資產配置 應該要有的一些的 股票標的 一張 我 who 都沒有 給我 你 一張 就 再 掉 掉 不要